迷雾之间六 人生加油站 星云大师柱 朗读嘉宾 陈子莹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标题是 有容奶大 一只茶杯只能装五百毫升的水 一个木桶却能装二十公升的水 五坪的房间只能容一个人居住 百坪的大堂可容千人聚会 山洞只何于躲藏 天地则包容万物 所以有容奶大 实在是古今不易之理 有人说宰相度里能称传 意味着做大事的人 必须要有大的度量 古德说佛陀的心量好比天地 万物在天地里无不受其包容 所以度量有多大 事业就有多大 事业有多大 气量必然有多大 这是自然的结果 孔子周游列国 居无定处 却能拥有三千弟子 佛陀行脚洪化武印度 蒋经时 却有百万人天 经常跟随者也有千二百五十人之多 汉高祖楚汉之争时 多少死忠之士效命于他 唐太宗能容建成 因此陈旧真观之志 武则天看了洛宾王的为谁敬业 讨武造席 不但不生气 反而说 如此人才不用 真是宰相之故 所以他能成为一代女皇 慈禧不能包容新政 所以导致亡国 袁世凯不能包容民国 所以他才称帝失败 孙中山包容多少亿议人士 最后被尊为国父 美国的华盛顿 杰斐逊 林肯 他们民主包容 所以能成为伟大的政治家 包容并非孤兮养奸 诸葛亮虽然包容各方人才 但他为了执法 也不得不忍痛 挥泪斩马素 张廷玉是康熙雍正的重臣 新弟弟被保复刑场 他也不置一词 他不是无情 时应其地出卖考题 贪污舞弊 因此法律之前 不容寻思 金云 一花一世界 一夜一如来 在沙石中 可以见到三千大千世界 万物都能相互包容 我人对于不同的民族 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宗教 不同的身份 为什么不能相互包容呢 耶稣说 爱你的仇敌 佛陀鼓励人要渊亲平等 泰山不辞土壤 所以才能成其高 大海不减细流 所以才能成其大 无人做人处事 要不念旧恶 不计前贤 不计人有 不称人好 心量大的人 做事自然会得到人助 自然能成其大也 因为永荣乃大 魁之古今人事 成乃不虚之论也 每日同一时段 与您相约 有声书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